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嗯...推开一点 生活、资讯、流行、文化 一次到位 嗯...尚在咯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何を語り掛けるだろう 今は汚れた街の片隅にいて あの頃の空を想う度に 神より給えし孤独やtrouble 泣きたい時は泣きなよ これが運命でしょうか 諦めようか 季節は巡る魔法のように Oh baby not maybe 愛なくて情もない 嘆くようなフレーズ 世の中の戦争だけ Oh baby you're maybe 愛なくて楽はない 幸せのフィールド 抱きしめて One more time ありし日の己を愛するために 思い出は美しくあるのさ 問いかくよりまだ見ぬ人生は 夢ひとつ叶えるためにある 奇跡のドアを開けるのは誰 微笑むよもう一度だけ 君は気づくでしょうか その鍵はもう 君の手のひらの上に 一度もっと参加して Wy baby oh tell me 愛なくて情もない 見て見ないの プレイズ その身を守るため Oh baby oh maybe もう少しでしょじゃない くじかそうなfeeling 乗り越えて One more chance I talk to myself Oh baby no maybe I'm notしてしょうもない 嘆くようなfeeling 残るのは後悔だけ Oh baby smile baby それのうちはトワイルじゃない 誰もが一人ひとり胸の中で そっと囁いているよ 明日帰るかな 春が空の下 10点11分 欢迎再度回到pop最正点的第二个小时 我是怡沛 刚刚听到这首歌真的是播的太好了 这次应该是我人生当中最喜欢的日文歌 数一数二 是桑田佳祐的 明天是好天气吗 日文叫做明天是好天气吗 如果大家印象 对这首歌有印象的话 他就是应该是N年前的一部很红的日剧 叫求婚大作战 Hallelujah chance 的那首歌 所以大家对于这首歌应该印象很深刻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开始要下这首歌呢 因为Hallelujah chance 就是在讲说 那个故事内容 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就是一个男生 他错过了一个女生 结果没想到 他就用倒序法的拍摄 一开始那个女生 已经要步入婚礼 然后结婚的那个男子 并不是他 他就开始做了 一连串的事情 让他回到过去 然后为了要弥补 这段关系 为什么讲那么多 就是因为 我们常常会觉得 我们好像了解男生 男生也觉得了解我们 可是后来发现 根本就互相不了解 不只不了解 还彼此产生很多怨气 现在在现场 我们怨气最重的人 除了我自己个人本身之外 我们今天呢 在第二阶段 我们邀请了一位心理学家 海苔熊 现在在现场 海苔熊你好 大家好 现在怨气很重 另外一位怨气很重 就是海苔熊 因为他今天其实是 有一点小小的 变得很赶很赶 要来到节目现场 你刚发生了什么事 你跟听众讲一下 早上的女朋友突然发烧 然后他就躺在床上说 我不能去跟A医生 我好惨 然后拜托的 带我去这样 他是这种口气 没有他当然就是 有气无力 但是概念上就是像这样 这样子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很生气 你是没有脚吗 说我发烧 我动不了你 你忍心吗 嗯嗯嗯 对 但我就说我等一下要录音啊 然后他就说 对啦录音比较重要 都不重要 你去吃食啦 类似这种 但我就觉得 有什么跟我夸张吗 你是去 去看医生室 有这么难吗 就在楼下而已 就在楼下 对啊 就整署在旁边啊 可是他真的发烧耶 他应该是发到 三十几座 真的会生日不清 如果你回来的话 我脑子就会烧坏 对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 好 那我就是做一个 折中的做法 我就是拿退炒药给他吃 因为我们家里面 有那个退炒药 对 就吃一次之后呢 那个 我还是决定我要来嘛 对 然后他就还是 他还是说 啊 你就是要丢下我 什么之类的 哈哈哈哈 哼 如果是你会自己去吗 你说我吗 对啊 我也是会 呃 哦 我真的很不舒服 我没有叫 你可以带我去看医生吗 来人啊 那来个轮椅吧 哈哈哈哈 才夸张吗 您就讲 这就是男生女生想法 我当然是讲的夸张了一点啦 但是如果说 我知道我男朋友 待会有个live的节目 是非常不可的话 我会让他去 但是我还是会 垂死挣扎 在他出门前一刻 我还是会抱住他的大腿 说你都这样啊 来个十八想法 所以心里面 理性上算是这样知道 可是你还是会有 有那个想要拉住他的感觉 对 就是心理层面 还是觉得说 你为什么 我都已经发烧成这样 你为什么不能照顾我 但是理性上 我还是会让他走 那如果反过来 今天是你男朋友 没有 那我发烧 我都不能去看医生 我帮你打19啊 哈哈哈哈 怎么差那么多啊 你不会自己 你没有讲 你自己不会 还是我给你 你计程车钱 你自己 我叫一台计程车 送你去医院 对啊 我刚刚也是这样想 说不然我叫计程车 不行啦 奇怪 这样你又不行 不是因为你知道 那个心里 心里 我觉得那是心理层面 那是FU的问题 Uber司机很帅啊 司机很帅 对啊 叫个Uber 过去一下 那你要跟我保证 那个司机很帅 让我看到 我能看到我合格了之后 我才会让那个 Uber送我去 所以应该是一个 感觉问题 我觉得是感觉问题 不是能不能去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 请海太学校聊这个事情 然后刚好从你的例子来聊 这个刚好来 想说男女 为什么想法差那么多 男生就会觉得理性上来讲 你应该要让我去处理公事 你应该要自己去解决这个事 可是我觉得女生 可能在心里层面上 都会多多少少 会有依赖感 会觉得说有时候女生就爱比较 会想要把男生对我的感情 跟他对别的事情 放在同一个天秤上面比较 可是其实这两个事情 比较是很无意义的 那比较有个feel就好了 对 我们常常也知道 那很无意义 那你们其实只要敷衍我们 回答说 对 你 我最 我最 呃 我觉得把你看得最重要 诶 那我们其实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一边出门一边说 宝贝你最重要了 拜拜 这样就好了 可以 可以 这个我可以接受 就即使是你当下完全是敷衍我 但有时候就是听了爽 各位男人你只要讲一句话 然后只说 然后可以一边敷衍他 你就可以走了 这样有没有很快 不要去 千万不要去我这种方法 但是 不是 但是 但是你的眼神要诚恳 我们是在意心灵的交流 我好复杂 如果你是说 啊 宝贝你最乖了 好不好 我最爱你了 好好好 我拜拜 这样 这种敷衍不行 所以要装住你肩膀 宝贝 我最爱你了 对你 我现在真的需要去 必须要去上live的节目 好不好 我等一下回来就陪你 马上让你去 所以在女人面前 真要演一出很完整的戏 我应该去爆米娃当女医 没有女生在戏的是心理感受 所以最后你的决定是一样的 而且你理性上跟他想的是一样 但是你要演那一段 这样 对 一定要演那一段 那如果男生在这个社会上 是不被不被允许说 你这么娘是 你要不要回家找妈妈 嗯 那种感觉 对 所以如果 反而你还需要女朋友演这段 反而会被别人说 你怎么 就是还在吃奶 之类的 对对对 这很不公平 哎 你平常啊 通常因为你 你自己在在当心理学家 你通常会遇到男生女生想法最大的不同 而且跟你寻求协助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比如哪几个情况 呃 比方说很多时候 呃 男生都会在 男女在刚交往的时候会说 呃 男生会帮女生拿包包 然后 隔了一阵子之后呢 可能女朋友就会说 诶那你为什么之前都会帮我拿 现在就不会帮我拿 这样子 那男生说这很轻啊 你可以自己拿 尤其是当你又 买了六七个东西 然后你其实可以自己拿 你要享受那个 那个 战果的时候 对对对 但是你的包包需要叫男友拿 然后那就觉得 你为什么这么多东西可以自己拿 然后这个也要我帮你拿 嗯 对 然后这时候男生就无法理解 就是你到底是可以还是不行 嗯 诶我蛮能够理解这个事情 所以你会自己拿战利品 不是不是不是 是因为我自己开饰品店 然后我的店里面有卖包包 嗯 然后常常就是男生跟女生 会一起来店里然后选包包 嗯 很奇怪的是女 女生 我觉得台湾的女生很多 时候都会太在意 老公跟男朋友的想法 嗯 就会觉得说 会一直问男生说 诶你喜不喜欢 就好像 诶这个好不好看 诶你帮我选一下颜色 诶你你觉得这个 这个好看还是那个好看 你你觉得我背哪个好 OK 然后有时候我都很难理解 我就会跟那女生讲说 可是包包是你背的 你为什么一定要问你男友 对啊 或是问老公 嗯 然后后来男生就会 在旁边发出了一个怒吼 跟就是 你知道 无声的抗议 就是说 可是他平常包包 都是我在背的啊 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说 那个包包背在我身上 好不好看吧 哈哈哈 看比较配 哪一个比较配老公 因为 我觉得台湾男生 这一点真的是大加分耶 台湾男生很多人 会帮女生拿包包耶 我把这件事去跟 日本人讲 韩国人讲 他们都觉得 What 就觉得你们 怎么这么不可思议 台湾女生是没有手吗 那个心理学家就会说 她是阴架学习啊 就是小时候 就是你小时候 看你爸在盖阴架 你爸就是在背你妈的包包 我爸从来没背过我妈的包包啊 或是你看到你的身边的朋友 他们是帮自己女朋友背包包 然后你就觉得说 哦好像这个就是应该要做事 然后渐渐他就变成一个default 就是预设值 然后等到你有女朋友 你也会被他包包 那我问 那我问海太兄 你会帮你女朋友拿包包吗 诶 这种事很好笑 就是他通常就拿给你 然后他也没有叫你帮他背 然后就自动就会接起来 是不是 对很奇怪 就是一种心灵的默契 不是 这已经被制约了 就是 这件事情就是像说 我们在跑接力赛跑的时候 诶诶诶 我跑到终点就把这个拿给你 你也没有 你也丝毫没有考虑说 诶我到底要不要接这个 就是很自然的 就是要接过来啊 不过反过来 我如果在拿手上的东西 我给他 他还会自动拿起来啊 对啊 没有 所以我就是 这是男女互相 我觉得是台湾的情侣相处 一个很 很特别的一种文化 诶 诶我真的之前去日本出外景 跟一个日本主持人 还有整个team 日本的team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们全部的人都说 他们他们会为了这件事情 不想要跟台湾女生相处 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办法 因为日本人可能带男人主义吧 嗯 他们永远都是可能 不会去帮女生处理这个事情 女生可能要帮他们 放洗澡水 要弄些什么的 要弄很多东西 可是男生是什么事都不做 所以他们就觉得 台湾男生为什么可以做到 他们觉得 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而且他上面如果有 bling bling的 或是粉红色 你们也 男 他问我说 台湾男生也会拿吗 我说会啊 就是台湾男生 连跟妈妈出去逛街 都会帮妈妈拿包包了 如果不拿 可能才觉得奇怪 有罪恶感 一直在 大家都会看你心想说 你妈拿大包小包 或是你女朋友 让你女朋友拿那么多东西 你那男生怎么 降死我都没拿东西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 应该 是不是是一种社会的框架 对啊 大家都会想说 应该要这样做才对 你不做就会很痛苦 是不是 所以其实应该是说 那些差异 并不是来自于咸甜 很多时候是社会 给我们的一些框架 跟印象 嗯嗯嗯 有人说 少数女生 我们线上的网友 威宇说 少数的女生会自己背 嗯 然后呢 玉珍说 但是为何要造成男人的困扰 就是觉得说 这个问题应该不必问 就是你要拿就拿 不拿就不拿 没有什么事情为这个好吵 但我真的有 听过有女生 因为男朋友不拿她的包包 然后大吵的 嗯 其实 其实那个刚前面那种吵 比较多会来找我 都是说 她是 她的点在那个差异 就是为什么以前可以 现在不行 那你们为什么以前可以 现在不行 也不是现在不行啊 就现在我手上 刚好拿很多东西啊 哦 OK 那你偶尔是手上 都拿很多东西就对了 就是我会觉得说 我们本来就应该互相 你要拿 有我拿 我觉得我们今天 这整个小时会吵不完 完蛋完蛋了 我们会用很多话题来吵架 这样子 好 今天我们整个小时 都会跟大家聊一次 男女大不同的事情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广告之后 再来请教海苔兄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典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最正典 我是宜佩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 心理学家海苔兄 我们在这个阶段的节目 要跟大家聊男女的想法 为什么这么不一样 然后行为也很不一样 哎 我们光是一开始开场 再聊一个拿包包 现在在APP上 大家都吵个不停耶 然后竟然有人说 反正就是各自 各自的观点不太一样啦 但是也有人觉得说 这有什么好吵的 不过也有人很羡慕哦 应该是单身的朋友说 哈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人可以吵架 其实也是一件满幸福的事 然后还有一位网友在线上留言说 我也好想知道情侣吵架是什么感觉哦 怎么听起来好sade的 这种淡淡哀伤的feel 我觉得是哀伤很多耶 不是淡淡哀伤 在一起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会有苦又有乐啊 那单身也有苦又有乐 就像我跟我朋友说 哎 我问你怎么这么厉害 你一边又录节目 一边又写论文 你怎么办法 他说因为我是鲁蛇 哈哈哈 这怎么听起来好哀伤哦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他这样就有比较多时间 我说我没办法 我只能录节目 然后就没时间写论文 然后他说 你也来当鲁蛇 你就有时间了 这是在自嘲还是自我讽刺 我觉得好可爱哦 其实某种程度上也的确是这样 因为你就会有一些时间可以允用一下 可以打电动什么 我现在都很早打电动 PS的游戏时间只有五小时 从买到现在都没有玩过 其实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觉得男女生也会吵个不停 就是我觉得男生的观察力都蛮差的 哦怎么说 男生对于颜色 男生可能只有对于电动里面的人物 觉得这个角色穿什么衣服 或拿什么配件 你们比较有感觉吧 你们对于女朋友还有老婆 在身上所做的任何的改变 好像都是无视于我们的改变或是存在 哦 譬如说我今天剪了头发 你说什么剪头发嘛 对染头发 或是我今天做了一个什么不一样的打扮 男生永远看不出来 我最怕他会问我说 你觉得我有什么不一样 对 然后搞了半天之后 哦原来他修了眉毛 这谁看出来啊 哈哈哈 修眉毛就太扯了 修眉毛 看谁看 你看出来吗 可是我要剪头发的长度 你如果有剪超过20公分 如果男朋友或是老公看不出来 你会觉得真的蛮火大 那如果剪0.3我就看得出来吗 0.3这个我觉得那是女生的问题 哈哈哈 所以剪头发还会什么 那通常你问说 诶你觉得我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除了头发有哪里 诶敢来提供各位男士一些选项 对 除了女生你们从 除了会问说 你觉得剪头发哪里不一样 还会问哪里不一样 我想想看 穿 化妆 化妆 就是换别换别的牌子吗 这最好是我会知道啊 不是颜色啊 颜色 说今天是大地系列 还是什么什么天空系列 比如说我今天是用粉红色 桃红色 还是我今天画了一个橘色 或是我今天画了一个秋天的颜色 男生是不是没有颜色的辨别辨识度 就是觉得就是都一样 诶 我觉得这件事你刚讲这个状况啊 的确有些男生会发生 那后来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就是其实 刚你刚刚讲的颜色辨识度 叫做敏感程度 敏感程度 然后男生跟女生 每五个都会有一个是比较敏感的 所以也有不敏感的女生 但是在刚刚这个情境下 就是女生问男生 错过什么地方不一样 为什么男生无法发现呢 是因为他在要去发现之前 就有个东西阻挡他 叫做焦虑 就说 万一我没有发现怎么办 万一我如果找不到怎么办 天天要发生什么事啊 他会不会生气啊 光是这些挡在前面 就会阻挡他的判断能力 所以其实问题不在于他不够敏感 他可能是那个五分之一敏感的人 但是尽管是这样 他也看不出来 因为他好紧张 对 还有女生很喜欢问男生说 诶你猜我现在想吃什么 这太难了吧 你有独猩猪吗 没有因为通常情侣相处久了 大家对彼此的嗜好 或是喜欢吃的东西 其实应该都满了的 所以有时候女生 我觉得女生不是想要出考题给男生 是一种 你懂不懂我吗 对你懂不懂我 如果说五选一 然后你跟我选的刚好是完全一样的 哇就超加分的 那我问你哦 如果今天你一上车我跟你说 诶你看我这个汽车这个座椅 有没有什么些改变 是车座椅关我什么事 你为什么 你看这个我今天我洗我的车 我不懂男人改车 这是我真的不太懂的事 我当然跟社会大众说抱歉 因为也有我不喜欢的事情 但我不是不喜欢哦 是我真的看不懂 看不懂那个改车是怎么样的 对 之前我有一个男朋友 他就是很爱改车 他很喜欢把车里面的配件改的很厉害 但说老实话我真的看不懂 但他对于我看不懂这件事他很火大 因为他觉得他花了20万去改了这个东西 然后我竟然完全无感 所以他问你说你觉得我改了什么 你觉得这个座椅做起来好做吗 我说嗯 OK就是 那时候会很紧张吗 紧张他问你 我不会 我会觉得说你是不是 我心想说我有错过了什么吗 但我care只是你花了多少钱 但是他care的是说 我现在改了这个座椅的舒适度 所以我有去改了轮框 或是我去烤漆烤了一个什么很厉害的颜色 你为什么都没有发觉 他把他的那个轮框的烤漆 就原本是银色 他全部弄成那个消光黑 然后我真的都没有发现 我只是觉得 诶 为什么今天这台车看起来比较沙 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有一点点不一样 他说你是色盲喔 还是你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啊 他说我都把轮框从黑的变白 你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吗 他说白的变黑的 银的变黑的 差那么多 你怎么会看不出来 对啊 你是不懂吗 我从那个大地变成烟熏状 你是看不出来吗 对啊你是看不出来吗 好啦好啦 你如果这样讲 我就可以理解 我们就不要再刁难男生说 大地色跟褶色 所以其实还有另外一种争吵 关于化妆或改车这件事情 就是可能男朋友会说 诶 那你这个口红买多少钱 或甚至眼影买多少钱 然后他care是你花多少钱 而不是你改了多少的颜色在脸上 就跟你刚刚那改车是一样 没有我觉得你讲的是错 男人只care说 我买的那个口红 是不是刷你的钱 对对 意思是一样嘛 就是一样嘛 就是那个是花很多钱 而且还是花我的钱这样 对对对 如果我花我自己的钱 男人通常 不太会有太多意见 就好巴掌 我觉得男人不太会有太多意见 诶那他花他钱 你干嘛那么紧张啊 他改那个车 他不花他钱吗 诶不是 因为我不懂一个 为什么改四个轮子 要花20万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就是男人的浪漫 像我的钢弹 跟那些模型也是几十万 哦 完全看不懂 我甚至完全 完完全全不能力 人生就是要有一些东西去浪费 不然就蛮无聊 对对对 所以我们收集包包也是一种浪费啊 是不是 所以你们收集钢弹 我们收集包包 这样应该可以扯平吧 不过我觉得你们还是好一点 因为包包可以背嘛 但钢弹又不能背 也不能吃 对 他只能摆着而已 我们常会觉得说啊 为什么男女生 为了这个消费的这件事情 以及金钱观 常会吵得不可开交 因为男人常会碎碎念说 女生那个爱乱花钱 就是看到什么都要团购 看到什么就要跟 然后看到什么就要买 然后购物欲望很多 可是我不得不说 我们女人花的都是小钱 就是那几个小钱 你们男人会花的 都是超级大的钱 所以在花之前会三思后行 会一直比较 可是没有耶 你们去改车 你们也从来不会过问 女朋友的想法耶 你有觉得说我想要 但我可能会比较很多个 而且这种是赛车做也 真的没有比较好做 哎这就是你的被 而且那个真的很正 就是那个避震 就是那个很很很硬 我想要做那种很软的 对 我也的确有遇过那种 很爱买车的朋友 然后我就说 哎你这部车好猛 这部车只有两个位置 而且他坐在地上 坐在车上跟坐在地上 感觉一样 那个就是接地感很明显 会一直震 然后说对 这样就有路感 路感就是你 在开车的时候 那个路感 路感就是你为什么不去 路上开碰碰车 我那时候也不能理解 我就是 这是我真的不懂 因为我觉得 就是车子这件事情 不就是要坐的舒适吗 也有人是要坐的吓趴 所以不知道 好啦就是 所以啊 你看男生随便便改的车 就是几十万几十万的喷 我们买包也是 就是比你们少一个零 对不对 比比 真的是比你们少一个零 但我有遇过会改重机的女生 我也遇过这种 所以其实就看他喜欢的是什么 如果男女生的嗜好都还蛮像 譬如说女生也很懂男生改车的乐趣 男生也很懂女生买了这个彩妆品的乐趣 我觉得那相处起来就是非常的match 可是这真的很难 所以你就要 可能要跟他讨论说那个乐趣点在哪 那如果他可以接受就接受 不能接受就允许说 啊这跟跟我不一样这样子 那如果真的不能接受的话 除了争吵这一步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补救 那通常我们就问说 当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希望怎么回应你 比方说 如果我看不出你脸上的 我真的看不出来 有什么改变的时候 你希望我怎么讲会稍微好一点 因为最好的情况是 哦你就看出来是什么 啊第二好是什么 你会想要怎样 嗯 我看不出来 然后我就说 不好意思我看不出来 你会很生气嘛 那你觉得怎样 那你称赞我好不好看就好 我觉得今天 我觉得你今天真的比 那个 不行 我说比昨天好看 那本就不好看了 不行不行不行 你想一个认真 我觉得你真的看起来特别不一样 就特别甜美 可是我看不出来哪里不同 拜托你就是告诉我哪里不一样 很好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过 这样可以过 过过 过关 我是不是要求太低了 sip 那不然大家说 来大家说一个 大家说一个 来大家说一个 你们现在在线上说一个 说一个 出一个考题 给那个 不是不是 是说一个 你看不出来 但是又可以安抚他的句子 好好好 这超难 我们广告的时候 大家说一个 你看不出来 但是又可以安抚他的句子 好不好 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安抚他 又吵得不可开架 就要做好分手 我们来听听伍家辉跟李欣宇的分手游离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10点39分 欢迎再度回到POP最正点 我是宜佩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心理学家海苔熊 我们今天根本就是男女生在对垒跟吵架 糟糕了 然后我们刚集思广义问说 假设女生今天问你说 我有沒有哪里不一样 你有没有办法讲出一个 你觉得女生不会神奇 又可以安抚他的 诶我们线上有好多网友 都很有才华诶 有大集直接说 宜佩你每天对我来说 都是不一样 都是最美最爱的 下去领五百这样 对 趕快下去领五百好不好 发一些走路工来留言 然后呢 宇恒说 你每天都这么好看 感觉今天不一样了 是头发还是化妆之类的吗 可以跟我说吗 我觉得这个回答是标准答案 我觉得蛮好的 可以参考 因为这个就代表说 你其实有承认 你看不出来 嗯 就你不要看不出来 那边硬猜 对 你也不要假猫 假猫 对不对 假慧 这样这也不行 所以你是 这是承认说你自己看不出来 然后问女生 诶女生其实应该满能接受 绝大多数啦 嗯 绝大多数可以过关 然后有人问说 有人说 诶你不管哪里不一样 都是最美的 嗯 这个应该也OK 但是我觉得 后面那句话 稍稍敷衍一些 稍稍有点太敷衍 对 嗯 好 所以这样整理起来 看起来就是有一个SOP嘛 嗯 就是你得先 知道他想要称赞 所以你要先称赞 诶你的本师上来勒 有吗 钢线宝宝宝说海苔熊万岁 谢谢谢谢 可爱 你等一下也去领五百 你知道吗 领五百 海苔熊也发了一些走路工来 反正你要先称赞他 但是你还要够真诚 不能假掰说你知道 所以要称赞加真诚 嗯 好 我们再来讲一件事 我觉得这是男女之间吵不完 无论说你现在是正在交往当中 或者是说在暧昧期 甚至于已经到了结婚哦 这个对方 你的另外一半都已经是你的了 你还会这样吵就是男女界线的问题 就拍照很多近多远 对 然后你跟女生的互动多久一次 然后其实女生跟男生的界线 跟认知有太大的差距 嗯 就有些时候可能你 你跟对方照的照片这间隔了五公分 但对他来讲是隔了五公里而已 然后他就觉得为什么你跟他这么近 然后你就说这是大家全部等一起照相啊 所以要紧一点这样才能都进去 他说不行那为什么你要坐到旁边 这样子你觉得翻白你翻到屁眼这样 诶可是我啊 我这人我会观察诶 我会观察这个男生他 就即使是他有搂别的女生 可是我会观察他的眼神跟 我不知道我觉得女生是一种很敏感的动物 你会观察他在搂他的时候 有看那个镜头还是看他 还是什么这样吗 所以有时候只是一种友好的 你知道友好的一种拍拍或是拥抱 我可以接受 可是很多女生都说 你怎么可以接受这个事情 这根本就是靠太近了 他们两个就是有鬼啊 通常通常这样问你的人 你自己也应该会觉得 我通常会问他说哪里有鬼 他就去说那个有鬼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有男生觉得说他女朋友跟别的男生太近 有女生觉得他的女朋友跟别的男生太近 但是我们都会问说你到底是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然后他就开始说其实以前就已经这样这样 然后他之前会有一些先例 所以那一个靠很近 或是搭肩膀只是导火线而已 所以那个通常不是真正的原因点 他就会说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很帅 然后我就怕他会就是 有很多女生就对他都很好啊 然后我怕我会有一天那个地位不保 然后男生也会说 因为很多男生都要对他示好啊 所以我就很担心 可是那是不是对自己的不信任 跟对自己的没自信 所以话聊到最后就会发现 不论是男生或女生 只要你很在意界限这个问题 你第一个要先处理的是说 是不是你内心有很多不安的感觉 对 不论对方他到底怎么做 你一定会找到那个不安的竹丝马迹 有时候对方已经其实做得很完美了 你还是会找到竹丝马迹可以挑剔他 有一个研究还蛮经典的 这个研究是前几年在做Facebook的研究 然后后来变成IG啦 就是女生都会在意男友去追踪多少个网美 或追踪吴仪佩的那个 追踪吴仪佩是一个那个吗 你为什么要追踪吴仪佩 奇怪你给我退 你给我退追踪哦 为什么要追踪 为什么要追踪 那你们在意这些 就是我其实蛮无害 大家不要退追踪好不好 我真的很care 我真的不要虚荣一点 大家不要退我追踪 拜祭拜祭拜祭 你会在意你的伴侣去追踪别的女生吗 我会耶我都会拿 我都会拿 那个就是好看的女生的身材 屁股的照片给 然后让她去追踪这样 所以她可以追踪 可以我说你追踪这个 我觉得她身材很棒 因为我是一个走在路上 我会想要看女生 我不会想要看男生的人 所以你对于身材啊 这个你是可以接受 可是我问一下 你们这些女生 你们会在意自己的男友去追踪 就是别的正妹 都是一些辣妹 然后漏奶的什么的 会吗会在意吗 有人说小剧场啊 还好违心之论啊 蛤 蛤 什么东西 蛤 内心小剧场 很多人都说内心小剧场 对 然后他们那个研究发现很好笑 就是有一些女生会在意男生 男生去追踪别的正妹 但是所有的男生 都不会在意女生去追踪别的网帅 男生 男生不会在意吗 男生不会在意他老婆或女朋友 去追踪什么人 这样子 那还目前还没有找出原因啦 不过无论如何 只要你是在意的人 不论你是男女 可能你都要去想你在意的点是什么 比方说他追踪一个网美 网美不会跟他在一起知道吗 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他在一起啊 欸万一真的在一起怎么办 万一真的跟他在一起 那你要想就是 他有这么多 网美有这么多粉丝嘛 那为什么会选你男友呢 所以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嗯 会不会是你们之间相处有一些问题 或是你的男友 他本来就习惯性的会去搭讪别人 所以 重点不是那个网美的问题 嗯 所以应该回到你们这段关系去想 那还有一件事 就是女生也会很care说 男生即使已经跟我交往了 然后有些女生 我身边有一些啊 年轻女孩们 他们很在意男朋友 为什么还要再去用交友软体 哦对对对对 也会有这个 这草不停欸 就是为什么你已经有我 你还要用这样子 对然后 而且重点是还发现 男生其实有办了另外一个账号 去用交友软体 或者是说 男生其实他私下有另外一个账号 都在跟网美联络 嗯 可是男生为什么要这么做 没有我也有发现女生是做同样的事情啊 就是他们他们私下用交软体 然后用别的账号 或他的IG有四个或五个 或有那个 什么真IG 真真IG 真真真IG 这种的 然后后来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 其实他们是某种程度上面 在这段关系里面 已经有一些压力了 然后他想要有一个出口 这出口不一定是说性爱的出口 或是伴侣的出口 他想要有一些讲话对象 或想要认识更多人 一种是种 另外一个是他想要起履少 可是讲话对象为什么要跟网美聊天 不一定是网美聊他可能想要跟不同的人认识啊 那或者是你在认识他之前 你们是不是就是透过交友软体认识的呢 哦也有这种哦 对啊 就是原本你们男女之间就是透过交友软体认识的 所以你不能跟你男朋友在一起之后 你就要求他说你要全部退掉所有的交友软体 但是这一个情况他们会更在意 因为他心里想说 哦当年我是因为这样跟你认识 然后我们在一起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继续用这个东西 是不是代表 之后还会有人用这种方式跟你在一起 然后我就会变成那个被淘汰的人 所以这种人更会在意 就是他伴侣继续用交友软体认识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女生跟男生各要怎么处理这样子 呃可能重点一样 重点都不在于那个表面的原因 不在于交友软体 而是去讨论说你们真正在意是什么 那后来讨论到最后 几乎所有男女都会care一件事情 就说我怕有一天他不要我怎么办 那就是在否定自己啊 对啊所以重点不是对方不要 你也可以不要人家好不好 对啊为什么我们有 永远在那种被害者或是受害者的角度说 可是如果有一天他不要我 或是有一天他爱上别人怎么办 那你怎么不会想 有一天你会爱上别人呢 因为这个时候 我如果会讲出这种话 表示我自认为我爱对方 比对方爱我多 对 所以也就是说 那所以是不是 付出比较多的那个人是先输了 欸不 应该说你觉得你付出比较多就先输了 不论你是不是真的付出比较多 但是只要你发现出 好像对方付出稍微少一点 然后随时可以拿俏 你就会开始有这个担心 所以你们刚才讨论的是说 在这段关系里面是有不平等的感觉 而不是去讨论他要不要追踪或退 追踪谁这样子 然后讨论之后才发现 原来我也有遇过一对是他们 私底下有花更多时间相处 然后让对方觉得有安全感之后 这有没有追踪谁他们就不在意了 所以是其他的行为重要 所以根本就不是追不追踪这件事的表面 你要找到问题的症结点 因为那个只是一个爆发点 没错 OK 好 我们现在听一首歌曲 广告之后我们要跟海台熊要聊了一个是 男女之间也吵不停的就是打电动 电动重要还是我重要 好不好 各位各位粉丝们你们趕快踊跃上网留言 你们有遇到类似相同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一起提出来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0点52分 欢迎再度回到POP最正点 我是怡沛 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海台熊 我们刚刚在进广告的时候聊得非常开心 大家对于打电动这件事情 或者是前任送给你男朋友或是女朋友的东西 到底要怎么处理 这个东西也是大家吵不停的议题 如果你男友前任女友送他PS4 你会要他丢吗 他们以前会一起打电动吗 应该有打过吧 那你为什么要说给我听 我好生气喔 不是啊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他们以前的经验啊 他们以前的经历啊 那不行啊 但你不能否认你男友的过去啊 我没有否认 所以我会送一台新的给他 那旧的呢 就是 我会把它卖掉 你会把它卖掉 那但那是他的 那是他的PS4 人家送他 所以已经是他的 那我送你一台新的PS4啦 那你那台为什么 就是一样东西 那你为什么 一定要留的那一台 为什么 为什么 是一种记忆的 不是那是因为那台PS4是我的 我的 不是可是问题是你在我面前打那台PS4 我就会脑补说 你们以前一起打PS4的时候 那就是因为你脑袋有洞的问题啊 就是你自己要去脑补那个 搞屁事啊 可是女生很难不这么想啊 因为我会 我会觉得我不能否认你的过去 跟你的回忆 好譬如说他跟 假设他跟前女友去了某一个地方 我没有办法否定 我也不能说 你绝对不可以给我再提那个地方 我会做的事情是 我会想要跟他一起去 然后把这个记忆洗成新的 那如果我跟你说 我可以 我可以把那台PS4就是封起来 然后变成我的回忆 放着 然后我不要卖掉 然后但是我可以 从今天开始跟你打那一台 你送我新的PS4 可以那就可以 这个可以 那如果说你在我不在的时候 把那台PS4拿出来 我也不会在意 只要我没有发现就好 对 你看这样就找到一个折衷方法嘛 就是一个两个人各退步的方法 但最机车就是有的人就硬是 在男友没有发现 把那个PS4拿去丢掉 或拿去买掉 这种就会很麻烦 可是我觉得男女生一定要尊重 因为我觉得 这是太不尊重的问题 这无论是男生跟女生 如果我的男友丢掉我的东西 就是没有过问我的情况之下 我也会非常火大 对所以就是一个 我觉得讲来讲 就是一个权力 或是控制的问题 其实我们并不是不体贴的方 是希望 我们之间有更多讨论 而不是你直接帮我决定 那打电动这件事情呢 男人为什么要打 这么久的电动 然后就是不看女生一眼 然后整天飞在家里 有很多女生抱怨 他们觉得男生 他们没有办法容忍男生 在交往之后 做了哪些行为 其中一个就是会打电动吵架 但我也有遇过 就是像我女朋友常常这样的 她跟我打一个游戏 然后我一开始80集 后来她打到100集 然后我都一直赢不过她 有这种的啊 所以应该是说 看谁愿意投入多一点时间 在这个电动里面 然后重点不在于打电动时间长短 而是你有没有因为打电动忽略了另外一半 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会忽略才会吵架啊 假设你一边打电话 还很在意对方 不可能会有这种事情 因为那个通常都是要很专注的游戏 所以通常最后我们就会建议她们做有一个时间限制 而且你要算到那个你会延迟的 诶时间限制我是不是她妈啊 延迟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你们两个共同讨论的啊 譬如说你从10点到11点 但我知道你会延迟可能半小时或多 多少时间才会中止 因为PS有些游戏是不能存到的 对不能存到 然后那我们就一个range 就是90分钟这样 诶其实不是你是她妈 是你们一起在做时间管理 因为大家很多事情要做 你不能一天到你打电动嘛 而且重点是如果是这件事 我会跟她谈一个条件交换 就是我让你打90分钟电动 让你尽情打到爽 我也不会来干扰你 我也不会在旁边一直在那边突现 然后干扰你 但是你打完电动之后 你可能要朋友去吃一个我想吃的东西 对就是互相嘛 各自有一个 各自有一个想要做的事情 可以 找到一个和解 我觉得你每天来 我每天可以给你吵架 糟糕了 好累喔 诶我跟你讲 你知道盛杰她突破盲场 她就说其实PS4的重点在于游戏记录 是不是 我就跟你说 重点不是我跟前任的游戏 是我的游戏记录 我不管啦 反正就是还是会有前任的那个 我觉得还是会有她的影子在里面 搞不好里面有你们一起完成的一个什么游戏记录 我觉得不爽 嗯 好啦 好今天谢谢海胎熊 然后大家在现场 希望下次你可以在节目当中 再继续来跟我吵架 明天同一时间喔 早上九点继续锁定pop最正点 影片还会继续来代班 谢谢海胎熊 好拜拜